有個神桌地板上還有許多信徒 參拜用的墊子 這處道場開在民宅裡頭 不過卻發生命案 一名三十歲的游姓女子 和其他兩名二十多歲的室友 三人一起住在公寓六樓的道場內 不過五號游姓女子身體不適 被室友送醫後不治 不過他身上卻出現不明瘀青 集中在手和腳 兩名室友堅稱 死者平常都會使用拍沙棒 自己拍打身體 暢通氣血 後來卻又改口 偶爾也會幫他拍打 說辭相當反覆 警方原先排除兩名室友涉案 不過六號傳喚他們到案 卻不見人影 警方後來分別在高雄和台南 找到兩人 九號一殺人罪嫌 拘提兩人到案 另外檢警也拘提兩名教友訓問 四個人最後都被移送 本案相關人等經查均隸屬相同宗教團體 且多年前曾因以宗教驅謀名義 致人死傷 目前仍不排除是否與宗教活動有關 死者身上的瘀青和致死到底有沒有直接關係 遺體已經進行解剖 要等化驗結果出爐才能釐清真相 進行的車道會趙建林許惡陳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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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